圈子好好的停在路边却被人蓄意破坏 台北市康乐街社区出现了刮车怪客 有名女子她走在巷弄趁着晚上掏出了利器 沿路对于周遭的好几辆汽车乱刮 少说有四辆车受损 也让车主气炸了 因为这一休恐怕要上万元 而且警方查出了画面当中这名女嫌犯 已经不是第一次恶搞 车主现在打算提告 女子提着包包在巷弄内悠闲的走折 想不到走到车子旁边 突然从口袋掏出一把尖锐物 偷偷朝着车门刮了下去 刮了一辆还不够 另一台黑色车也难逃同样的命运 汽车车门上好长一条刮痕 好端端的停在路上 被刮成这副模样实在有够恶劣 这可让当地住户们气炸了 女人就拿了一只刀子这样子 这边提了一个包包 然后就这样子 这种走一路就这样包 过去 什么面包的刀子啊 哪不生气 她甚至比老婆宝贝 20号晚上大约9点 这名刮车怪客 在台北市内湖康乐街出没 一共有四台车惨遭毒手 警方一查 原来嫌犯先前早就有 刮车的犯案记录 现在要通知他到案 好好说清楚 如果你单片以2500来讲的话 你随便刮个四片 就一万块是跑不掉 就不要说去拆 拆什么门把什么的 就是四片至少都一万块了 专家表示 在汽车车测像这样 刮上长长一道 如果要维修到完好 最少上万元跑不掉 如果伤到门把还更贵 车子按规矩好好停在路边 却被这样破坏 车主们气到打算报案提告 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记者上面的胡伦仁台北采访报道 我会拍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